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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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 我不在現場 沒辦法證實奇樂說的事是事實 不過, 誰適合誰的錯 我認為沒需要小提大做 Dr. Chow覺得我們學戶做錯的 我們就道歉是解決這件事 我也沒有做錯的事 為什麼我要道歉? 我也反對 如果真的學生醫師做錯 道歉是應該的 但是如果為了息事令人 要我們護士吃了這隻死貓 這樣做不僅開壞了頭 以後有什麼事都向我們護士開刀 覺得我們護士好合 最重要的就是影響我們護士的士氣 你有什麼提議? 我認為Dr. Chow應該向其樂道歉 荒謬, 根本就是個學戶說謊 你肯定是個學戶聽錯? 一個做了接近十年的醫生 和一個正在實習的護士學生 你順便說 一直以來, 醫生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當我們的護士是也死 心裡根本就看我們的護士不起 其實醫生都經常做錯事 但是又不肯認 還要我們那幫護士幫他撿 就憑他一臉之詞, 會不會太過衝動? Arian, 當時你也在 你記不記得現場的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我當時聽到… 那些蚊子那麼小, 沒醫生的方法 問他也沒用, 經常有魂感 我只知道 如果這次被我們的同事吃了這隻死貓 以後我們部門的同事 就會認為我們管地層怕事 無法保護他們 那他們以後還會怎樣被司機做事? 阿當, 你也是護士出身的 你不幫我們出頭 還有誰幫我們出頭? 醫生不尊重我們 我們也不需要避免醫生 由現在起, 按張工作 以前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們主動幫忙 但是這樣不代表必然 大家要記得 醫生和護士的本分, 知道嗎? 知道… 知道… 又是巡房 我叫你 我叫你 不好意思, 我不是叫衛 只好, 你可不可以禮貌一點? 黃姑娘, 麻煩你 黃姑娘是嗎? 她半年前沒做了, 我姓曹 好嗎? 麻煩你 剪刀吧 麻煩你 你猜她說抽不到? 也不是 我也可以做接神 收拾東西 收拾東西 老妹, 跟我去收拾 知道 行, 泰 好, 先喝, 再見 謝謝 謝謝… 坐 聽說最近有些護士在發動案章工作 大家報告一下情況, 我聽聽 骨科有不少護士參加 搞了回規時間多了 很多瑣碎的事都要再跟進 二方那邊也是這樣 總之就忙到沒停手了 我們急性那邊的案子不能等 所以影響比較少 還說那些護士專業 根本就是不分輕草 這件事是你們的醫療醫院引起的 你們怎麼看? 根本不可理喻 容忍只會讓他們變本加厲 沒錯, 不可以讓他們繼續下去 但是護士也有表達他們意見的權利 我是擔心影響到醫療質素 護士的工作是協助醫生 是跟著命令的 如果因為小小的事 挑戰醫生的話 醫生重點有管治的威信 如何帶領醫護團隊呢? 我反而覺得護士跟醫生是相負相成的 護士要求召開醫護大會 談清楚是好事 談什麼?他們只會擺姿態 不談, 僵持下去解決問題嗎? 我是怕影響到病人, 搞出人命 那些護士根本不是病人著想 一定要停止他們的行動 我同意 但是我覺得開醫護大會 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那就是刑大會嗎? 就先杯葛的會, 不要出席 我們不出席, 只是拒絕溝通 對方若果肯溝通的話 就不會弄得暗漿工作 劍姐 還笑?經常在這裡搞風搞雨 是你拿著火頭的 那些醫生一向都是這樣對護士 一直都相安無事 是你搞分化, 現在搞到一窩足 你們的護士不合作 就是我們的姐姐合作 我們的功夫做不及了 隨時會影響病人, 走開吧 奇姑娘 老闆 看見你今天很精神 那獎你吃純德崩沙 謝謝你, 你真是有我心 剛才醫生說我晚點可以出院 這麼開心? 那你收拾齊了嗎?要不需要幫忙? 不用, 很少要收拾 待會回家就要收拾 要準備好些地方, 等擺破下來 是嗎? 你剛剛好起來, 別太粗魯 我知道了, 奇姑娘 我想打雅回鄉下給八婆 但是打得不通 長途電話這些東西我都不太懂 這樣嗎?有她嗎? 可白, 不如這樣吧 我們拍照片給你太太看 她看到你這麼精神一定會很開心 拍照片? 很帥 可以嗎? 很帥, 但我幫你弄一弄 我年輕的時候 有人說我像四哥 那你比他更帥 是 好, 我們開始了 好 好, 拍了 拍?那…要說什麼? 好嗎? 可白, 不用這麼緊張 你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你當聊天 來 大一婆 是我 可白, 鏡頭在這裡 好, 你看這裡就行了 大一婆, 是我 很好, 可白 我會給我男朋友幫你剪輯 我幫你燒一張碟 過兩天, 我還給你 謝謝你, 奇姑娘 哭什麼氣 我只是一份內事 見你開心, 我就放心 我知道你們跟醫生有點硬勁 複雜的事我就不明白 總之你認為對的, 就繼續做下去 可白支持你 因為你是我見過最好的護士 謝謝你, 可白 這個是我親手做的, 送給你 謝謝你, 可白 還是我最大的鼓勵 那我也走了 我再次謝謝你, 照顧了我這麼久 媽媽, 走吧, 可白 你要保重 打電話 姐姐很乖, 不怕痛 她怎麼摔傷的? 小孩子八艷而已, 每個小孩子都是這樣 叫她不要到處跑, 她就到處跑 接著就摔傷了, 頭撞到石膊裡 怎麼看? 我懷疑是若兒案子 如果真的跌倒我 傷口很難會一頭頂 我懷疑是妹妹 我會留她住院檢查 有什麼問題, 馬上幫我報警 好的 別哭, 別聰明 不好意思 今天這麼熱, 姐姐還穿這麼多衣服? 姐姐很怕冷 我怕她摔傷, 幫她穿多件衣服 撞傷真的可得可笑 我幫你檢查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傷 姐姐之前受過傷? 是呀, 我太太就說過了 她白癌嘛 是呀, 經常爬高爬低就弄傷手手腳腳 是呀… 我現在要留在這裡做個詳細檢查 她要住在搬察病房裡 那就是要留院? 那不用了 是呀, 我們趕時間, 我們走了 不好意思 還沒做完檢查, 你們不能走 我們現在不看醫生不行嗎? 不好意思 不行 如果醫生發現病人有問題 是可以強制留院的 假如你們不合作, 我為了報警 不要報警 你要留醫就留醫 怎麼說就好 我純粹經過那裡 但是你好像是特地去觀察病房的 那你剛才看到什麼? 跟你想的就一樣 我懷疑虐待佳仔的不是她父母 是她姐姐 那你什麼時候發現了? 你剛才幫佳仔做檢查的時候 她姐姐完全沒有關心她弟弟 單天忘地, 還表現得很不耐煩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她之前很疼她 但是佳仔出生之後 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兒子裡 就變相爛落了個姐姐 所以她不開心, 就打個弟弟發洩 那如果你一早懷疑 你應該跟我說嘛 那我沒有證據 又或者佳仔真是意外覆親 意外? 這麼多身舊傷口搭在一起 那也叫意外? 那如果真的是她姐姐做的 那是不是也應該給她一點機會呢? 她才只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孩 這些問題就不能讓我們兩個來判斷 為什麼小孩有一點問題就要這麼大反應呢? 為什麼不可以給她一點時間去改過 或者她長大一點, 她會自己會想呢? 你又不用這麼激動 如果你這麼想法 跟佳仔爸爸媽媽媽有什麼分別呢? 我也是穿人父母的 我當然是緊張子女的 你也不是穿人媽媽, 你怎麼會明白呢? 是不是晴晴有什麼問題? 謝謝 她的主任打了電話給我 說晴晴在學校亂發脾氣 還弄爛了一些東西 我明白了 你是把晴晴的狀況 投射在佳仔姐姐身上 但是你這樣做就很不冷靜 把自己的私人感情全部等下去 沒有做護士的專業判斷 你想幫我姐姐, 那佳仔怎麼樣? 問題不解決是會一直重複的 佳仔出院之後 她姐姐會繼續虐待她 情緒病可大可小 不管她就會惡化 我們醫生常常怎麼說? 有病就去看醫生 你也知道, 最重要是對症下藥 甜, 如果晴晴, 像佳仔姐姐一樣 那你會怎麼樣? Patrick, 吃飯了 Patrick Patrick, 吃飯了 媽, 我還沒回應你就開門了 跟有沒有開門有什麼分別? 你有東西忘記了嗎? 不讓我看的嗎? 你看, 看… 這個問題 那不是這個問題, 出去吃飯了 好, 你先吃吧 幹嘛由我先吃? 每天是煮兩個人的飯 只有我在這裡吃 好, 你再給我五分鐘 我馬上出來, 好嗎? 什麼五分鐘? 每天五分鐘之後 你就不知道別人用了 我都好 你看看, 看了東西很餓 進來吧 準備坐吧 伯母 你坐, 過來坐 幹什麼? 我拍了這段影片, 剛剛才算好的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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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很噁心 你坐在這陣子實在不開心 那我就找點東西哄你了 那有一件你吃得這麼開心 我覺得吃肥腸也值得 媽媽 其實為了這麼小的事 就搞了這盤合作的運動 會不會是小提大做錯一點呢? 被這個人看到 說醫生和護士在一起爭取 你覺得好看嗎? 我們只是想拿回公道而已 就算真的Dr.Trump不對 那你想他怎麼樣?跟你說對不起嗎? 但是我也沒有做錯事 我不可以被他冤枉 沒有, 你還是學戶 你還沒畢業 你中日還要跟那些醫生合作嗎? 你為什麼不可以安分手幾點? 你得罪了那些醫生 中來是第一個都是你自己 是那些醫生不理解 護士的工作才會這麼想的 我不理解? 你知不知道我在醫院做了多久? 嘿嘿, 停… 你們兩個都有道理 當我是病人 我就會想叫你們兩個 醫護合作, 和和氣氣 對, 聽不聽嗎? 很餓, 吃飯了嗎? 知道肚餓了嗎? 想吃飯了嗎? 去吧… 去吧… 支持你了 阿丁, 還在想娟姐 和Patrick媽媽說話嗎? 其實我在想 我們這個行動 是不是已經影響病人了? 不用管他們 一個人是記得利益 另一個就習慣奴隸 一定反對他們 你一定支持的 明正言順不用做 我支持你 那個Patrick媽媽在Annie 都出了名字 每個人都賣她怕的 這次你幫我們出口吧 搞定, 入床 搞錯了, 今晚不跟她玩嗎? 什麼? 其實醫生經常當護士是阿四 別說是學戶 連RN都很久 死神Ray看四是你錯 那你更加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剝掉他的棚牙 那個死神Ray 我也不在乎他怎麼想 什麼事?大嬰兒 當然 Aryn, Facebook 怎麼會有 他說我師姐來, 你別管 記住了 如果我不是那麼怕事 結局會不會改成? 可惜內藥的我只能夠沉默 我不明白 這麼像你的港女口吻 你按著名字以為你會改成 你懂什麼? Hally, 你記不記得 那天Dr. Chow叫你寫Memo的時候 Aryn也在嗎? 我要找Aryn聞清楚 我們要快點解決這件事 吃飯在醫院餐廳就行了 怎麼要特地約出來? 這個Selis是不是關於港營辭的?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如果你知道真相 不關你說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同一間大學 你看在師姐妹的份上 你幫Hally吧 她被人冤枉很可憐 那我真的不知道你想怎樣 知情不報真是掩著良心 你對護士不注意 護士也不會放過你 你不怕有報應嗎? 你們不要逼我了, 我還想畢業 那我真的知道了 就是不敢得罪Dr. Chow 所以封口不說 Dr. Chow說錯了病床號碼 不是Hally聽錯 你一定要說出來 這件事不僅關乎我個人清拔 還牽涉護士的尊嚴 你們不要逼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還不想告訴我 應該是我為你 我已經在獅子裡 那現在是個地獅子裡 我怎麼知道 我還不敢活動 我現在都不知道 我実行是這樣 我不行, 她今天還在獅子裡 也很難以為 跟你爹的電話還沒說 那我先跟你去那邊玩一會, 好嗎? 佳仔這次受傷不是摔倒, 是被人打 而打他的人是他姐姐 你不要亂說 是呀, 我女兒這麼小就不會打人 其實我是打佳仔的 你要報警的話就抓我 你們還想坐到什麼時候呢? 真的不關我的女兒的 琳琳, 我們怎麼教女兒不關你的事? 你們這樣做, 不是疼他 只會害了他一輩子 小孩子是一張白紙, 不懂分對錯 在他錯的時候, 你不立刻糾正他 他只會繼續錯下去 這次他弄傷了頭, 但是下次吧 最怕是沒有下次 現在坦白, 自有挽救的機會 如果真的要等到出事自來後悔 就會太遲了 我還是做人父母 父母愛惜兒女兒, 什麼都肯抱上身 說句話, 就算監督也肯替她坐 但是我們看不到她一輩子 以後的路都是要靠她們自己走 但女兒還這麼小 是呀, 她也不懂分什麼合適 什麼錯 所以就要教到她適合為止 做父母的責任 就要告訴她什麼是是非黑白 我斟死弟弟 為什麼你這麼討厭弟弟? 他整天哭又整天扭 霸著爸爸媽媽 沒人管, 沒人陪我 我斟死他, 要打死他 敏…什麼事? 麻煩唐醫生 你不可以這樣對她的娃娃, 知道嗎? 放心吧, 我們會按程序處理 會把個案子轉嫁給有關的部門 是嗎? 接下來的難關是很曼藏的路 但是要一家人一起去面對 一定可以捱過 女兒, 對不起 媽媽一直做錯了 不要緊, 從頭來過 我們不會行的 在這裡, 從頭來過 走開了 早晚我們忙到死 也沒時間來探望你們那群賤友 時間真的掛得快 生死到現在, 十幾年了 不是, 你一點也沒變 還是這麼英俊瀟灑 怎麼及你呢?結婚, 還生女兒 我這個媽媽是胖子的 我女兒最近好像有點情緒問題 那我代他們問你, 你怎麼打算? 跟他一起看心理學專家 陪他一起面對 做得對, 沒什麼是解決不了的 我有這方面的專家朋友 我替你約吧 好, 謝謝你了 記得嗎? 他們當時經常跟我們一起烹飪 當然記得了, Angie搞瘦嘛 剛才跟學戶都說過了 大家覺得自己沒錯 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我認為既然判斷不了誰是誰非 就應該徹底調查, 找出真相 這麼容易找就不用開大會了 那可以嘗試去病房問問病人 或者有病人聽到呢? 病人的就溫溫彈彈 病好了, 也已經出院了 最怕就是大海流針 難道不了了之? 只要亂刷我們的護士 Dr. Chai應該要道歉吧 我不排除不合作行動會持續 甚至升級 那就是要脅而已 大家冷靜點 勞氣也解決不了問題 徹底調查好 就算證實真的Hailey錯的話 我也不用要她道歉 盡護士的本分配合醫生就行了 我才不會這麼幼稚 說得好嗎? 醫生還是認為自己適合了 那護士又何嘗, 覺得自己有錯? 你怎麼會有錯? Rain, 你有什麼事? 不如你坦白說, 好嗎? 有, 我的意見就是 你們說來說來都是三腹皮 Rain, 你們決定調查 我沒意見 但我一定會暫停這個可惡的實質 你沒權這樣做? 一個犯了錯, 又不肯認錯的護士 有什麼資格照顧病人? 你肯定他有錯嗎? 我不知道 但如果調查沒有結果 不可以病人冒險 好, 病人的安全永遠站在第一位 我會調查他的實習 好像很煩 是不是學戶因為Dr. Chow的事 煩著你呢?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件事? 隨便 如果證明是Henry的錯 那他會受到什麼懲罰? 我會調查他的實習 那他是不是要重增一年? 是五年 誠信對護士來說是很重要的 抓住道鏈, 沒人看著你 沒人知道他怎麼對病人 病人條命交給你 誠信就是嚴格執行醫務的責任 去幫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療 做不到的就沒資格當護士 醫生那方面有沒有人反對? 好, 既然大家沒意見 那就散會了 不過我會設立一個調查小組 希望到時大家都鼎鼎合作 好嗎?散會了 其實當天我什麼都聽到了 Dr. Chow說的是七號床 不是六號床 你不要胡說話 我當天去現場, 我聽得很清楚 為什麼你不早就發聲? 我怕得罪Dr. Chow 我會不倒楣 所以一直不敢說出來 但是我也不想Haley因為這樣 而失敗了實習 我對不起… 既然現在真相大霸 是不是有人應該道歉? 你也是護士 為什麼你不撐開護士? 你沒有自尊的嗎? 你真的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你們兩個都有道理 當我是病人 但是我會想要你們兩個 醫護合作, 和和兮兮兮 我不需要多多抄道歉 大家說得對 護士的職責是輔助醫生 但是正因為這樣 護士也是醫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醫生的專業 就算護士有多聰明都代替不了 但是護士在醫療團隊裡面 都一樣重要 因為長期照顧病人 醫生也做不到 兩者應該互相配合, 相負相成 其實這次這件事 誰是對誰是錯, 也不要緊 是需要的, 我只是希望醫生可以多點理解護士的工作 給我們多一份尊重 而不是對我個人的一個道歉 既然說得對, 既然已經表達了訴求 我們也會停止不合作行動 好, 至於如何解決, 就看你們醫生 你的要求我完全明白, 也很合理 我現在代表醫生向你許下一個諾言 就是將來對你們的護士會更加尊重 謝謝, 姑娘 不用, 先休息一會 我要出院了 康先生, 你剛煮了心田圖 有一點心律不正 你要留遠一會兒觀察一下 穩定一點才可以出院 沒事就沒事吧 我開動做生意, 手停口停 別妨礙妨礙 你不徹底治好他 隨時病情變差, 甚至心臟停頓 我現在精神爽利, 你別嚇得就嚇 康先生, 你還沒出院照 醫生, 我也不想的 但我趕著去找吃 放腸我也沒事了 你雖然現在是沒事 但如果你不理他不吃藥 心臟會跳得太快 這樣會有生命危險 真的會嗎? 醫生是不會騙你的 乖乖地聽姑娘說, 留在這裡 只要你康復的話 一定會讓你出院 好, 你怎麼說怎麼說 照顧病人就是護士的強項 但說到病理的問題 還是醫生專業一點 醫生說一句 這句話比我們要吃藥實 還不快一點, 麻煩 謝謝, 醫生 不好意思 謝謝姐姐 醫生, 醫生算不算對不起嗎? 我當作就是了 做事吧 妹妹, 過來幫忙收身證 是C.A.Liva的伯伯 伯伯? 何伯?何伯?何伯?何伯, 你醒了? 何伯, 你認不認得我? 這件事, 真是好 何伯好 在醫院見面有什麼好 原來這個世間 真是有天使 麻煩你 撈接我 可白… 小姐,可白不行了 推議初聯,邀醫生,通知家屬 還不可以,走吧 快點 Dr.Ciao,我的心跳 幫他打大戲 第一支大戲打了 仰Sir,看哪個CPR 知道 等三分鐘 打第二支大戲 第二支大戲打了 不用猜了,被人死亡時間六點四五分 我知道你們跟醫生有點互相 複雜的事我就不明白了 總之你認為對的,就繼續做下去 可白支持你 因為你是我見過最好的護士 謝謝你,可白 這個是我親手做的,送給你 妹妹,我知道你很難過 但是面對死亡 是醫護這一行必經的階段 作為專業的護士 照顧病人除了要投入之外 也要學會抽離 傷心也不行 護士不是怕是人的 家,我們還有事還沒做完 只顧著傷心 那家屬來到如何安慰他們 還有其他病人需要你繼續照顧 盡快調整你的情緒 家屬見過可白之後 我讓你送他最後一程 我婆婆來了,婆婆 她剛見過Dr. Chow 你們帶她進去見可白 我婆婆這邊 我婆婆 我婆婆,你先見見可白 待會我幫她做了一項事 再送她去殮房 謝謝姑娘 不如這樣,我來了 可婆婆,我們已經處理好可白的遺體 到時候同時會送她去殮房 我婆婆,你也要一起去 謝謝姑娘 好哥哥 我有些事想讓你看 之前我幫可白拍了一段影片 打算替你報平安 誰知道 不過你也要看看 大婆婆,是我 你看我多精神 我待會兒可以出院 我又吃又拿 拿什麼? 奇姑娘請我吃家鄉特產崩沙 媽媽 你好 她心腿很好,還好懂得照顧老人家 我真的走運走到腳趾尾 很快我臉紅了 老婆 我待會兒回去會收拾好些地方 等你下來一起煮小飯 謝謝 原來你就是奇姑娘 之前我跟白一公說電話 她很開心告訴我 你很疼愛她 又請她吃東西,又跟她扮英俊 知道你嗎? 我很感謝你 可以讓我記住那種精神的八億公 她最後這一情,由你來照顧她 已經無憾了 老闆 爸爸 女兒, 回來了? 這批東西是什麼? 什麼? 像不像墨田圈? 我一直以為墨田圈是外星人 跟地球人溝通的方法 我這次反轉用類似的方式 主動跟他們溝通 那你努力一點吧 沒神沒氣的 跟爸爸玩得輕鬆一下 我沒興趣跟外星人聊天 爸爸, 你猜這個墨田圈 在天上的人能看到嗎? 有這樣的可能性, 先坐下 爸爸之前教過你的, 你嘗嘗 可伯, 何婆婆跟我說 阿朗, 你很感謝我照顧你 其實我也很感激你的 是你給了我勇氣, 鼓勵我 覺得對就要堅持 我做到了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繼續做一個好護士 好伯, 一路好走 好嗎?開心點了嗎? 怎麼樣?花了多少錢? 燈蛋有價, 但快樂無價 況且做實驗, 一定會有犧牲 這次是犧牲錢而已, 超額完成了 這次收獲豐富 我很多資料可以跟我的朋友分享 知道你上網台開咪高峰有很多朋友 為什麼不開心? 剛才你燈蛋的訊息 不僅發了上天 還發了進爸爸的腦袋裡 要不要爸爸借一隻耳朵出來 聽你談判嗎? 不跟你說, 我去找媽媽 來 Sync 密碼Black Hole 重複密碼Black Hole 乖女兒 媽媽, 我有時跟你有聊天了 只是不開心, 從小到大 一不開心就誣我, 這次有什麼事? 之前有一個醫生誣我 他說我調整排版 我不是做錯事, 我當然是頑固 不過原來很多醫生是看不起護士 我們外星人很尊重護士 晚年流流長幾百年 全靠護士照顧 媽媽, 人家知道我多厲害嗎? 我不僅能平反 我還要爭取護士應有的尊重 連尚師也稱讚我 那你應該很開心的 我今天有個病人突然過世了 他出院的時候 他還拿著我送給他的那包崩紗 不知道多精神 但是誰知道轉過頭 那包崩紗也應該還沒吃完 那就走了 我幫他打包的時候 他的手還是暖的 有甚麼, 真是假的 我阿嬤, 完全是假的 我也以為他承認 ,. 真是假的 於是我裁案 我全都打算 我總是知道 我來當英額 我來當保護士 我告訴你 我每天都在當大 我算是否看得到 我去當英額 我真是說 人總是要死, 外星人幾百歲命都一樣 如果只是計算結果 就會忽略中間的過程 過程? 怎麼不是結果最重要的? 說個故事, 你聽聽 有個人在山上被老虎追 他走著走, 走到懸崖, 怎麼辦? 看上去幾十層樓高, 跳下去死定 不跳就做老虎的點心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他突然看到 袁大邊生了一棵櫻桃樹 櫻桃紅薄, 還很汁 於是他吃了櫻桃? 沒錯, 很甜、很好吃, 不能撐 你可以對人生失望, 但不可以全落 如果結果無可避免 為什麼不盡力 令當中的過程精彩一點、燦爛一點 讓你開心一點 活在當下 還有珍惜眼前人 無論是病人或是你愛的人 珍惜跟他們一起的時間 我明白了 靈女 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我會好好照顧爸爸 直到我們可以跟外星人聯絡 我們就可以一家團聚 放心, 我一定會找到UFO的 媽媽, 你也要找UFO嗎? 我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會幫爸爸找嘛 沒錯, 我就是這個意思 不說了… 說太久定對黑色會政策到我們的電波 下一個星球我們再聯絡吧 你不是在房間嗎? 不是 那剛才… 剛才是什麼? 沒事… 那剛才我是外星人? 好 我以理解这状况 迷糊里 久远望方的感觉 曾流泪到天亮 请不要消失希望 夜长还是有星光 尽力气 尘埃过追索 谁人没有经历 一些轻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